头顶一块布,全球我最富,在迪拜富豪的生活里,别墅豪车是标配,连黄金都有自动贩卖机,不知道眼前这辆车我打工几百年可以买上一辆吗? 狮子老虎是宠物,套上个铁链就带着上街溜达了,连一只小猫咪都富贵到让你想偷走,都说穷人玩车,富人玩表,迪拜土豪在玩鸟,他们十分喜爱驯服猎笋。 一只鹰损价格可高达百万美金,每一只猎笋都有自己的护照,所以都能带上飞机。 享受与普通旅客的待遇,当一个本地迪拜人有多爽呢?他们生下来就含着金钥匙,理所当然享受政府给予的各种财富及优惠,在迪拜,只要你有实力,是可以娶四个老婆的。 结婚男女双方都是本地人,还可以获得政府赠送的精装修炼牌别墅一套,根本不用考虑买房的事情,另外还可获得88.43万的结婚补贴。 生个孩子就赠孩子1500平米的土地和别墅,任何公司都必须有一半股权规本地人,另外本地人的教育,医疗,水电,税收费用一律全免。 其中还会全额报销海外就医费,以及陪同家人的机票和酒店费,种种政府福利待遇加起来,让迪拜人过上了一周无忧的生活。 在中国,迪拜在很多人眼里,它是一个国家,但是其实迪拜只是整个阿联酋酋长国的一个城市而已。 用我们中国的话来解释,就是中国与上海式的感觉,这样的迪拜,你想去吗?关注我,了解更多旅行趣事。